审婚娇妻太迷人 第28集 解救 好了 穆罕宇实在不会安慰人 看着泪流满面的夏末真的是嫌弃 但修长的双手还是在她的肩膀上拍了拍 像是在安慰她一样 这女人还真是奇怪 她刚进来在门口的时候 明明看到娇弱的她 就像战士一样护着小糯米 此刻却哭得像个小孩子一样让人心疼 哭了好一会儿 她才抬眸 气长浓密的睫毛擒着泪珠 让人好不动容 小心 夏末惊声大喊 抬眸的时候 看见猴腮男拿着把利刀 穷凶极恶地跑了过来 惊得瞪大了眼睛 来不起思考 她立马从穆罕宇的身上跳了下来 张开双手 挡在穆罕宇的后背 看着猴腮男拿刀冲过去 老徐也反应过来了 他们现在是亡命之徒 若不奋力一搏 他们就得去坐牢 旁边的宋旭也看到冲过来的猴腮男 立马上前抬腿 用力踢在了猴腮男的腹部 猴腮男吃痛地后退了一小步 最后 老徐的刀就朝着他砍了过去 宋旭往后退了一大步 没有站稳 老徐又一个刀子过去 他闪身踢了过去 猴腮男在听到报警那一刻 他也已经失去了理智 他的兄弟老张已经在警察局了 难道他也要让这个女人送到警察局 胸口恨意难平 顾不上全身酸痛 立马又冲了上来 看着他猙獰而又穷凶极恶 朝自己砍过来 夏莫吓得全身颤抖 刚刚那完全就是救人的本能反应 他根本来不及思考 可是现在 看着刀就真真切切地在自己眼前 立马就快要插进他的胸口 他下意识地缩了缩脖子 本能地闭上了眼睛 穆寒雨也站了起来 看到快到夏莫胸前的刀 心里一颤 闪身贴了出去 刀子咣当一声落在了地上 夏莫才惊跳般抬起了眸 像做梦一般 他没有声吗 他摸了摸自己的胸口 确实没有刀扣 也没有痛感 他抬头向前看去 刀子已经落在离他不远的地方 小糯米 夏莫第一时间想到的 就是他的女儿 小糯米惊叉地站在那里 脸色非常的苍白 他再也没有刚才的淡定 小手紧握着不停地颤抖 他真的是眼睁睁地看着那刀子 差点就插进了妈咪的胸口 夏莫把他抱在怀里 安慰道 没事了 妈妈在 糯米 不怕 小糯米这才大声地哭了出来 眼泪从他稚嫩的脸上流到了夏莫的衣服里 他用力地抱住了妈妈 夏莫也用力地抱住了她 眼泪也不住流了下来 还好没事了 夏莫简直要自责心疼死 都怪妈咪 都怪妈咪不好 不该带你来 无论小糯米他多聪明勇敢 可是他还是个五岁的孩子 他能坚持到现在才哭 那已经是常人所不能及 就在他刚闭上眼睛那一刻 他以为自己死定了 脑海浮现得满是小糯米 没有他的小糯米 该怎么办 他还那么小 他还没有找到爸爸 他要怎么生活 小糯米听到妈妈那么自责的话语 呼声慢慢地小了下来 他挣脱妈妈的怀抱 小手擦了擦脸上的泪 然后伸出小手擦了擦妈妈脸上的泪 看着妈妈红肿的脸 眼泪忍不住又要流了下来 可是让小糯米生生地给忍住了 他不想妈妈担心他 妈咪 我没事 小糯米水汪汪的眼睛看着妈妈 柔声安慰道 粉嫩嫩的小脸上扯出了一个小鬼脸 你个小鬼 夏末扯了个笑脸 伸手轻轻刮了一下小糯米的鼻头 他原本白皙粉嫩的脸被染上了不少的灰尘 刚才一哭 这些灰尘粘在脸上脏脏的 真的有点像个小鬼 忍不住又亲了下他的额头 夏末跟小糯米一直以来相依为命 他自然是明白小糯米的心思 他也接受了小糯米的心思 他也不想让小糯米担心他 没事吧 穆罕雨把老徐跟猴腮男打了个半死 走了过来 看着微笑着的母女 紧拧地见眉稍稍一松 这女人心也是真大 宋旭看着眼前的女人心里更加的信服 她心小瘦弱 可是刚刚奋不顾身护着木少的样子 至少有两米八的气场 才刚经历生死 她还能装成一副泰然自若的样子 正跟她以往看过的所有的女人所比不了的 穆罕雨直接俯身抱起了她 还没找到她们的时候 她的心就像被架在火上烧 她想着万一小糯米有什么事情 她一定不会放过这个女人 可是为什么一看到她 她就不自觉地抱起她 而不是抱起小糯米 也许是她刚才奋不顾身的样子 让她的心为之一动 夏末在她的怀里 手还是忍不住地颤抖 她能感受得到她的恐惧 她明明那么害怕 却要在小糯米的面前装成坚强的样子 别怕 我带你出去 她看着她的眼神带着不可察觉的迷恋 她低沉磁性的嗓音带着关切柔声说道 所有斥责的话再也说不出口 她本想要斥责她的 怎么那么轻易地相信别人 带着小孩子来到这么偏远的地方 可是看着眼前的女人真是骂不出口 只是忍不住将她轻轻地拥在怀里 她怕一用力弄疼她 宋旭看着总裁一愣 她可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温柔的总裁 而且这么脏的女人 总裁竟然抱起来她 她可是有洁癖的 可想而知 这个女人在总裁心里的位置 抱上小糯米 沐寒宇慈爱地看了下小糯米 对争论的宋旭交代 好的 宋旭恭敬地欠身 然后温和地抱起小糯米跟了出去 此时的夏末也乖巧地待在沐寒宇 她强壮温暖的怀里 她这真的是全身酸痛的要命 刚刚只是一直强忍着 只是跟她这么近距离地接触 夏末很是紧张 她甚至都能感受得到她心脏强而有力跳动的声音 她的心也忍不住地砰砰直跳 像一只小兔子一样 好像她一张嘴 她马上就能跳出来 脸也不觉得变得火热 李欣看到对夏末那么好的沐寒宇 心里嫉妒到发疯 手狠狠地捏紧 指甲深深地陷进掌心 依然感觉不到疼痛 为什么这么好的事会轮到她 她不过是个扫厕所的单亲妈妈 外面已经响起了警笛的声音 那些警察从警车里训练有素地下来 来晚了 抱歉抱歉 有个警官先走了过来 对沐寒都恭敬地欠身 抬眼看到了沐寒宇怀中的女人 更是愣了一下 这个把头深深埋在沐总裁怀里的柔弱女人是谁 他怎么从来没有听说过 沐总什么时候有女人的 陆警官狐疑地想 身后的警车 看着陆局长对沐寒恭敬的样子 擦了把冷汗 他们接到电话 分明立刻马不停蹄地过来了 沐寒宇看都懒得看一眼 直勾唇冷横 你们这治安是越来越差了 陆局长一听 沐寒宇那么说 吓得都快要给跪下了 我马上处理掉这些恶心的人 转身 闲恶地看了一下仓库里的那三个人 命令道 把他们给我带走 老徐跟猴腮男被打得趴在那里 浑身是血 警员进来直接粗鲁地拖走了 李欣听见警察要给他带走 面色苍白地跟鬼一样 惊慌失措地大喊 我不要 我不要坐牢 牧少 牧少求你放过我吧 我也是受害者 李欣挣扎着往前挪了一点点 他还被绑在那里 大喊 我刚才为项目跟他们求情了的 他们把我也给绑了 项目可以作证的 你放过我吧 我不想坐牢 穆寒宇根本没有回头看他一眼 这恶心的女人差点害死了他的女儿 他最有应得 抬起修长的大腿就要走 夏莫心软 拉了拉他胸前的衣服 他衣服是上好的质量 碰着很是舒服 穆寒宇的胸前 像有只小猫在挠他的胸 停了下来 低头漆黑的双眸 匹尼着看他 眼神透着闪视 还有一丝深藏的关切 夏莫拧了拧柳眉 咬了一下唇 笑声道 他确实是帮忙劝了 李欣确实是劝说了一句 但是他是自己要跑的 才被绑的 后来夏莫快说服老徐的时候 他又反水了 可是夏莫有意帮他 并没有说太多细节 那他也是个帮凶 穆寒宇的黑眸寒烈 脸庞阴力 声音更加地阴冷 这种人 有什么好求情的 就该让他牢底坐穿 夏莫张口还想说什么 闭嘴 等警察处理就行 穆寒宇没等他开口 就知道他要说什么 冷声斥责道 漆黑的眸 森冷得像一把利剑 像要把夏莫切割成无数碎片 他的声音冰冷得 比外面的寒风 更加地刺骨百倍 夏莫刚才平复了一点点的恐惧 又再一次蔓延开 这女人怎么一点都不长进 别人都把她害成这样了 她还在替人家说话 要是自己晚来一步 后果不堪设想 想到这里 穆寒宇森冷的黑眸 更加地阴冷了 夏莫回头 看了一眼地上红着眼 两眼水汪汪的李欣 她被绑在那里 求救式地看着他 想起自己曾经无奈退学的经历 心口一致 李欣看到夏莫回头 更像是拉住救命稻草般大喊 夏莫救救我 救救我 我知道错了 要是被抓 我这辈子就完了 求你救救我 夏莫心里终是不忍 你就放过他吧 他一个大学生也不容易 知错了就好 如果他真的被警察带走 就会失学的 夏莫垂眸颤抖地开口 穆寒宇漆黑深邃的眸 冷冷地匹泥着他 他锋利俊朗的脸上 带着寒霜 他简直无语 气愤地直接把夏莫扔了下来 这女人是怎么回事 人家是要弄死他 他还替人求情 看来他是不够疼 人家是好了伤疤忘了疼 这女人伤都还在 不知道疼 夏莫痴痛地叫吼了一声 他没想到 穆寒宇会把他丢下来 这男人有病吗 刚还好好的 现在这么粗鲁地把他扔下来 这一点也不符合英雄救美的情节 他亮呛了下 身上疼痛难忍 差点又摔倒 穆寒宇赶忙又伸出手 让他给拉住 夏莫拉着他强壮的手 站稳 这才娇艳道 你真是一点都不懂得怜香惜玉 我都这样了 你还把我给扔下来 声音焦点 像是对着情人般的亲密 陆局长看得都快惊掉下巴了 这女人是谁 他还是第一次看到 有女人敢对穆少这样说话 而且刚才 明明他也是很呵护她的 这女人到底是谁 难道是穆少包养的女人 那也是得罪不得的 宋旭的反应稍微好一点 但也是惊呆地张大了嘴巴 你是傻吗 兽女狂吗 现在直到你都伤成这样了 别人都把你害成这样 你还在替她说话 你这脑袋是不是被打坏了 穆寒宇眼角一跳 戏虐道 实在又于心不忍 修长强壮的手伸过去又扶住她 夏莫低头 短发凌乱地散在脸上 像个做错事的孩子 道理她都懂 可是她看到狼狈的李欣 在那里挣扎着 她仿佛就看到了五年前的自己 深陷泥潭里的自己 如果不是小糯米 也许她都活不到现在 那种无助的感觉 深深缠绕着她 五年前 她多想有个人拉她一把 她现在是要拉李欣一把 也像在拉五年前的自己一把一样 她就只是想拉她一把 或许她的人生就会就此改变 想起五年前 想起这些年 眼睛里面的眼泪在打转 夏莫 回去我一定好好的去上学 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救一次好不好 李欣眼泪汪汪的祈求声 又在夏莫的耳边响起 李欣现在是真的害怕了 她害怕真的坐牢 已经有两个警员拉着她 要把她丢到警车上 这架势她早就吓尿了 之前她不过放了些盐 就要按下毒论处 现在这样被拉过去 不得是死罪 你就放过她吧 夏莫坚持 这次她也是有了教训 她也差点被抢了 再说 她之前也确实替她说过话 她只不过是想吓唬吓唬她而已 穆罕雨淡默地扫了一眼夏莫 那冰冷的目光 震慑的夏莫的心口 都要颤抖了 但她的性谋 还是看着她坚持 你完全就是圣母仙 烂好人 你再这样 只会害了孩子 穆罕雨冰沉着脸 简直被这个女人给气死了 转身从宋絮怀里抱过小糯米 大步走了出去